OK 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下午好 说到媒体的话 其实我还有一段经历 因为我的硕士是其实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的 现在叫中国审美大学 所以跟媒体其实有很多以前的一些关系 Anyway 今天我的发言是介绍一下携手可需发展 我们携手可需发展的话 其实我们的简称叫TFS 所以的话 这样更容易写 叫TFS 然后我先检查 需要介绍自己吗 我在朗盛工作了12年了已经 一直在采购和贡商管理的这一个功能下面吧 一开始在朗盛无锡 后来在长洲 然后现在朗盛中国工作 在加入朗盛之前 我曾经在那个无锡高兴曲馆委会 还有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 OK 可需发展的话 我们其实今天的主旨是 可需发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最后落脚点是 为什么要增加行业合作 以及如何来合作 我们的主题在这一块 OK 谢谢 其实化工业的可需发展的话 其实对于可需发展 我相信各位媒体朋友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们的话主要有三个阶段 一个指的是经济的 一个指的是生态的 还有一个社会的可需发展 所以这三个可需发展的话是三位一体的 我们都要关注 然后TFS组织的话 我们就更加如何来大家在一块来关注可需发展 TFS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一种倡议 是一种行动来落实我们可需发展的承诺 以及我们来如何在行业内 来更好地贯彻可需发展的理念 以及行动 我看了一下后面的slide 我们现在没有写目前的member成员 有的是吗 OK 最后一讲 OK 后面顺利会讲 目前我们的一个成员的一个状况 因为前头看到我今天暂时没有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二十三家企业了 大家拿到的一些介绍贴册上也有 后面顺利会说我们 第二十三家企业是一家中国的公司 万华化学加入 但是的话说到一开始 我们家这个创始的单位 上十六家欧洲的化工公司 都是一些国际企业 我们因为共同都签署了 两化框架契约如何来落实可需发展 如何能够在行业中更好地倡导 所以采购部门 希望能够让我们共商 跟我们客人来合作 来共同地 能够更好地贯彻 贯彻成发展 这个领域 然后的话 TFS在中国 中国的话 其实现在我们 我们就说 我们其实进入TFS 正式进入 创伴起来 大概在2014年 在中国 到现在五年的历史 五年的历史的话 我们其实是一年比一年 从沟通方面来说 以及人们的意识方面 也是越来越容易 为什么 其实中国 目前来说环境保护上 也越来越严格 包括一些安全的方面 也越来越严格 还有一些包括 劳工和人权方面 一些法律法规 也越来越严格 所以的话 我们在中国的话 也正是一个 我们能够更好的 落实这个可需发展 差一点 就更好的时候 我们在中国的话 其实也跟CPCF 就是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 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也签了一些 合作的一些契约 然后同时 我们也尊守 那些东西 就是叫做 人关怀 这个里面 或是这个里面的一个组织 然后 我们刚才说了 中国基地 我们政府和老百姓 都一起吧 如果我们再考虑可持续性 特别在中国的 目前的环境的可持续性 我们也就没有 这个化工业 以后面的更好的发展 我们的话题 很多都是可持续 可持续的话 其实也越来越热门 的一个话题 现在的话 不光是我们生产厂家 特别是我们的消费 也越来越关注可持续产品 然后的话 我们也需要一些 可持续性的供应链 化工行业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也是 依据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来正好地 整能够落实的 可持续发展基础来迈进 其实我们这个TFS 同时是一种标准 我们这个标准的话 就是能够落实到实地的一个标准 来评估 评价一个企业 它在一个化工企业 或者化工相关的企业 它在可持续发展 它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如何来落实提高 然后的话 可持续发展的话 现在对于我们采购部门来说 后面还会有更加深入的介绍 我们也是更加重要的一个 然后可持续发展的话 我们就说 其实说到可持续 是一个很虚幻的问题 我还记得我当时 我刚才说我的经历 我当时在政府工作过两年 当时中宣部那时候 不要宣传部 因为这是宣传部的 中总部当时给我们一个培训 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概念 叫做科学发展观 其实我们可持续发展 跟科学发展观 是很接近的 但是那时候 哪怕在中国的最高层 给我们做培训的时候 也说科学发展观 更多的一种理念 但如何来落实 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晰的一概念 但是我们可持续发展 我们就是携手可持续发展的话 就是TFS 我们争取是把它落到地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监管部门 其实对可持续案 都做了不同的努力 然后每个行业也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现在在华工行业 成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 TFS这样一个总值 我们来创业 我们在华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然后可持续发展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 我们从采购部来推行可持续发展 其实对我们的话 也有很多的好处 第一个是我们的风险管理 我们更清楚 我们的供应商的风险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们供应链的风险在哪里 评估这个风险 风险管理 然后同时我们 其实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 我们是可以最后综合的降低成的 然后最后就 降低成的 就是增加收益 所以说我们不认为可持续发展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而更多的认为是有机会 然后现在回到我们TFS 为什么PFS对供应商的好处在哪里 其实我们的逻辑是在这里 叫做一份审计共同认可 目前我们有23个成员单位 只要你加入了我们TFS的 就是供应商做了TFS的一份评估 对他们可持续发展一份评估 我们所有的23家成员单位 对你这家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共同认可的 就是这个分数 当然我们因为反垄断的原因 我们不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分数线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说你们做了这么一个 就是供应商做了一个这样的评估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供应商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的话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因为以前的话你要知道 我们国际企业对每个公司 都要对它的环保安全 包括你老公和腐败 各个方面都要去审核 这些审核的话 可能每个公司都要去审核 所以然后供应商占用了非常多的时间 还有精力来去应对这个评估 而目前我们至少在 在23家企业来说 我们是共同做了一部分什么的 就对于供应商来说 做一次就OK了 然后其他的一些 就是刚才我说过的 只剩下一次的登归成员 而只有我们都改成一个 国际企业 相对化大际企业 共同一点人都通 然后能够吸引其他的特别 因为对于供应商来说 他做的天使是什么的 比如说银创 银创的共同商做的天使是什么的 我这样跟对供应商聊的时候 跟你做的天使是什么的 也就是说 你们对我们这个国际企业的一些 可视化的标题是很带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老盛 也可能会更加优先的选择一样 就是这样 所以对供应商来说 也是很难 对这方面很难考虑 然后 其实更多的落担人 我觉得是挺大的 因为我们一直说 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方面的评估 以及改进 不是我采购的事情 是供应商自己的需求 你要改变别人 没有人能够改变你 只有他自己才能够改变他自己 所以供应商来说 他怎么能够提高 他对自己做一个评估 他自己给自己有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TFS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就包括我们的Member在内 就是我们这23家的Member 我们也是说每一年或者两年 都会自己自评一次 然后来得到分数的提高 其实朗盛的分数并不高的 朗盛我们到现在 前年才终于突破70分 我们的Member的成员的 基本量才60分 所以我们也是在一直的 慢慢的提高自己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唱 所以我就再落到这样 我们TFS是一种倡议 可吹翻的倡议 大家一块来提高 整个全行业 不光化工行业 化工相关的行业 包括我们所在的 就这个展会所在的这种机械呀 包括一些服务的行业 大家来一块来提高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发展 咱们第一年的时候 我说了我们六家创始会员 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概念 然后但是如何它落脚 所以大家需要 要你做的一点时间 我们在一二年的时候 是做这个事情 到一二年开始 我们做一些事 每个 我还记得六家Member 每个的话 都会有一些名额 我们自己出钱 来给这些供应商进行评估 再一个专业图 给他们进行评估 然后看看供应商的效果怎么样 大家其实那时候效果是不错的 后来的话 我们现在就扩展 到一三年就落在 然后一三年到一五年就扩展 这个时间 刚刚也说了 一四呢真正落在中国 而中国现在是我们DFS 整个倡议反响最好的 大概是一 然后一五年到现在 我们在成长 从公司就是成员单位 从六家现在已经发展到二三家 然后我们回到采购 我们的要求就是 我们每家成员的公司 必须要把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个选择工程的依据 你不能从一些不环保的 不安全的 违反一些老公标准的 身体负担的公司 来采购东西 所以的话我们的评估 因为原来我们一单都说 我们采购通过价格 服务 还有就是delivery 它是交付 以及它的其他的一些 还有谈民体制 进行来讨论 而目前的话 我们也要求我们 所存在的继续 可持续性的继续 而且我们可求评估的依据 其实更多的人 更好来自于DFS 就是也可以说 有的是CSR的一些评估 我们是通过DFS评估来做的 而这一块 我们可不发展的话 刚才我说 我们有一个标准 标准的话 我们有个大部分 一个社会的管理 下风策管理 这样的 下风策对管境方面的影响 环境上的环保方面 是不是做到很危机 能够达到标准 然后还有健康和安全 然后老公和人群 然后又震抗 然后 底下这个落脚就是我们 把可持续性作为我们选择 供应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来做 然后我们的使命吧 其实就是可持 标准化的 我们现在这种DFS的 对供应商的评估来说 是一个标准化的评估 要融入到我们的商业关系中 我们跟 也通过这个东西 刚才我说的里头 我其实在中国有的时候 非常突出一点的反腐败 因为在中国 这个商业环境 其实不是特别好 所以的话我们更多的 这样来教导我们共商 从共商中传播 我们能够保证 在各种方面 各种方面 都是一家伙的 标准来 我们要求 我们会上标准的提高的意识 提高了意识 刚才我们刚才说过的 降低了风险 提高我们的可持续性 落实我们的承诺 承诺是 刚才我说过 我们每家伙公司都签过 来后过控加契约 也都承诺过 这个responsive care 就是叫做责任关怀 这样的原则 然后最终的话 使我们所有相关方 都能够得到一个最优的一个结果 然后TFS的话 希望我们采购市场 能够了解到 我们关心共商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仅仅关心价格 关心质量 关心它的服务 关心它的交付 更多的我们要关心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目标的话 我们要消除在供应链巴的可持续工程 因为有一些不关注可对的 发展的公司 可能一年两年还好 但是如何做的时间更长 我想大家媒体单位应该都知道 我们中国公司 其实平均寿命非常之短 只有两三年 但是我们这些成员单位的话 其实像营创也好 朗盛的前身拜尔也好 我们都是在150年以上的历史吧 我们所有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单词我们经常给中国的共产来介绍 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做到百年企业 这是更重要的 而做一个百年企业 你不可能仅仅只是关注自己的产品 只是关心自己的交付和质量 同时你要关心社会发展 关心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然后这是我们接下来具体的 刚刚我说过审核评估 如何来审核评估 其实是我们这两个评估 一条路我们是通过一个战线的评估 通过共产来自己提交一些文档 就是它的文件 它的流程文件也好 记录文件也好 它的管理体系也好 来给我们一个全球合作伙伴 在一个对可持续发展方面做评估的工作 我们叫做Koades 在总部在发明加工期来做一些评估 在线评估 然后它会根据这个软件的 这个它的内容质量 给你打一个它的任何分数 因为它是有巨大的数据图 它的数据图有各个好业 就是各个规模的一些benchmark 等到一些行动交杆 它最后得出分来说 供应商可以知道 我在这个行业 在这个规模的行业 到底在可持发展方面 是处于哪个水平 在健康老公 健康老公 安全还有环境 一大块 什么样的水平 哪些地方 我们才能做得比方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方式 是通过一个现场的设计 我们DFS在 DFS其实我们在比利时 注册了一家叫做非盈利组织 这家非盈利组织的话 我们同时也找了四家全球的合作伙伴 做这个现场的评估 现场的叫做 audit 包括SDS DQS 还有SRM INTERTRAP 给四家水平公司到共产的现场 对它现场的文件和它的管理 对它的真正运作性的评估 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只是做标准和文件的评估 而现场的评估 不但做标准和文件的评估 叫做精证预防措施 然后我们再跟进的精证预防措施 通过这样的方式 精证预防 然后使公众商的特别方法 就得到提高 这样循环的老师 因为我们的这个周期 其实最长的三年 我们每三年 包括关注我说的 我们的Member 像老师 我相信我们创作 我们都是每天 一直在追求理想的提高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体系 其实跟SDS 很类似的 我们做一个体系 为一个追求理想 使我们这个科学传统的提高 也带着全好那种科学传统的提高 然后目前的进展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19年初我们全球 已经有1066家公司 或者说是大部分的供应商 做了暂时的提高 然后有1526家供应商 做了现场的手机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提点 就是说 我们一直希望大家提高 我们是一个创业 是一直在持续发展的态度 所以我们有70%的供应商 在第二次提高的时候 比第一次提高 有一些提高 多分一些提高 所以这是我们更加反应的 就是说 我们在带动全社会 包括带动全社会 包括带动全社会 包括毫无好业 对商 在科学传统的那方面 得到一些感激 然后这个它的优点 刚才其实我们也说过了 顾问商评价 我们用的一套标准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清晰 不是说你一个标准 我一个标准 我们所有的在线评估的 这种背后的专家 还有我们现场审核的专家 我们现场审核的人 是通过我们TFS认可的人 才能够去做审核 而且每年都会有一些培训计划 给他们 只有这样的人 能够对我们的标准熟悉的人 才能够做这样的评估 所以我们保证 他们的评估的尺度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很高兴地得到一些 供应商给我们的一些反馈 其实这个我们只是写下 其实我 因为我自己 就在朗盛这边来推行TFS 就是科学发展的这种倡议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供应商 越来越欣赏这个 因为包括一些国企 以前我们都说 国企来做这个评估是非常难的 现在有很多国企的这些组织 比如说 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尺度 让我们来了解自己 到底在科学发展能力方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同时在哪些方面可以得到提高 所以的话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反馈 而且我们 包括跟CPCF聊的之后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是供应商自作的提高 包括我们通过对 供应商其实就是化工企业 以及化工相关的企业 包括物流公司 包括设备公司 包括提供这个 Maintainance 服务的一些公司 他们同时提高 化工业有个非常的好处 我们其实化工业现在 我每次有的时候 在介绍这个的时候 一开始 我会觉得非常悲观 因为全社会对化工业 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态度 觉得化工就意味着污染 化工就意味着不安全 其实如果大家到欧洲去 到美国去 有非常好的化工员区 蓝天 清清的水 很美很美的化工员区 都是存在的 只是说 我们中国做的化工太差了 我们怎么来提高自己 就是通过自己提高 也希望能够整个化工行业 在公众的印象中 得到一些提高 当然也希望媒体能够 我一直希望 觉得媒体就是 大家不要用一种 有色眼睛来看化工 没有化工业 没有我们现在生活的一切 你旁边的所有东西 都是化工的制造品 就是如果没有化工 没有现在生活的一切 包括你的手机 包括你的任何化妆品 我们包括衣服 这些东西都需要化学处理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 不是没有化工 我们要做的是整个化工业的 可需发展能力提高 特别是环保 特别是安全 这些可需发展能力提高 所以这是我们 最重要最重要的 产业的一个初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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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许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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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cut 的一些简介 有文字的 有声音的 那TFS的成员公司 他们会在这个 平台上 每个月至少每个月 会发布一个 的动态 以及这些成员公司 在可持续性发展上面 做的一些具体实施措施的 一个动态 如果这里扫不到的话 我们刚才发的宣传纸上面 应该也是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从2016年开始 我们跟中国石油化工协会 CPCIF做了很多的合作 以及连接 我们TFS在他们的 每年的年会 CPCIC上面会做一个 分会场以及供应商培训 那到了 就是2016年的下半年 我们也把这个倡议 在亚太地区推广到印度 之后呢 我们和CPCIF也因此 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 有中国的公司加入这个资质和产品 那在当年那个时候 所有的成员公司都是欧美的公司 还有一件事情 就希望通过双方高层的一个会谈 使得我们在中国这个可持续性发展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构性变化 这是我们当时所立定的目标 那我们也朝着这个目标推进 大家有看到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 我们在那个 邀请了很多中国的公司的高层代表 来一起来讨论研究 这个企业公司 这个怎么来加入我们TFS这个倡议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培训 去了我们中国百强企业的一个化工企业的 颁奖大会的现场做一个专题的一个讨论 使得中国企业更多的去了解 可持续性发展对一个企业形象的重要性 也可以让他们了解 他们是否有机会有资格成为TFS的成员 那到了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更多的着重于 跟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去分享 说作为会员公司 我们已经就是所有的经历当中得到的一些 值得去分享的一些东西 使得我们中国的企业 也会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趋势 可持续性发展 特别是在供应链的管理上面 是一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就促成了我们跟万华化学的第一次 TFS的界面交流会 那万华的高层呢 当下就表示万华愿意要成为TFS的成员 但其实从愿意到真正成为成员 是有一个很大的过程 前面许博士也提到说 我们TFS其实对成员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我们的那个TFS EcoValus的成绩 需要成员公司达到60分 可能在中国人的眼光里面 60分是一个及格线 但是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举个例子包括杜邦 他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才达到了60分 那万华化学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努力 最后他在这个评估和审计上 达到了TFS成为成员的标准 也就是说这是首家成为TFS 在中国的成员公司 所以前面许博士说 我们这里有没有一张slide 是所有的TFS成员公司 这张slide上面 这23家就是今天所有TFS的成员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化工巨头 巴斯福 拜尔 然后朗盛 银创 拜尔和科斯创当时还是一家公司 然后还有苏尔维和汉高 这六家企业是我们的 就是最初的六家 就是成立TFS最初的六家创始企业 之后的17家是随后逐渐加入的 那最新加入的一家 就是在今年的2月22号 就是万华化工 那当天万华的高层 他们的最高领导层都来到了 成为成员公司的现场 那也是随着万华的加入 我们可以看到TFS这些成员公司 他们在全球的销售额 已经达到了3320亿欧元 那折合人民币大概有2.7万亿人民币 然后他们因为我们TFS着重的是采购 所以我们的采购额大概是在2400亿欧元左右 也就是1.9万亿人民币 其实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 也就是说我们想通过这些成员公司 对供应商的影响 使得我们整个化工行业的供应链 变得更加绿色 变得更加可持续 这就是我们的报告 下面如果媒体朋友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回答 好 徐博士 好 请问问您 道师 您好 图商场的目前化工期间 带着持续发展上 面与在哪里写问题 其实我想 徐博士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在大众的心里 或者我们一些媒体的宣传上面 使得很多人 或者说老百姓 他们觉得化工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如果今天你家旁边开一家化工厂 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也就是说在这 这可能也是我们化工企业 在和持续性发展上面遇到的一些挑战 其实如果我们来到欧洲的一些化工园区 你会觉得自己走着来 像走着来一个公园区 因为环境也会非常美好 其实这两件事情本身没有很大的冲突 但是因为化工确实我们有很多 包括我们原材料 包括我们的成品 它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在这个人的意识 和他真实的情况方面的这个差距 使得我们今年的 当今化工企业在我们可持续性发展 这个讨论上面还是会遇到一些挑战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化工企业是 但是说实话我也觉得化工企业自己需要发展 我们只要发展好了之后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看到这些变化 其他的一些发展的话 其实我们就说了 挑战不仅仅来自于工作的意识 还有一些社会的经济的 因为这两年的环境整治 其实实际就是我们的基本是得力化 有很多但是从整个化工行业来说 其实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 包括整个的一个经济转型 一个大的背景 如何 因为重化工实际上是一个 只有发达国家才会有一些东西 所以的话 这实际上是我们转的一个方向 而不是说我们不要化工 就像一些橡胶行业 一些重大的这种量化行业 只有在发达国家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